Hello大家好,我是苏某人 那么这两天新游戏我真的没有找到特别有意思的 所以说来玩一下老游戏 我们今天来玩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喜阳羊与灰太狼,羊村大崩坏 其实这个游戏已经有续作了 名字叫做羊村大崩坏之灰太狼篇 问题是这个游戏的原版我还没玩过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来还一下旧 在之前的一些视频中我也说过了 我很少玩RPG游戏 除了这种题材特别怪异的 也就是这种羊村大崩坏 总而言之呢 这是一款非常的毁坏你童年的游戏 如果你是一名小学生的话呢 你一定要看哦 健康游戏 这个不是以前那些网游上面都喜欢搞一些吗 小吴制作 不能坏的生命已经是存在的 所以以旧约眼光之所及 不过是坟墓而已 虽然一直没有成功过 但灰太狼他想尽办法要抓小羊给我 那这个话呢听起来像是红太狼说的啊 就是这个灰太狼的夫人 暴力女朋友 结果他一直在搞着他的愚蠢小发明 倒是搞得自己伤痕累累 说起来羊村一直以来非常和平 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啊 羊村嘛 就详阳他们的村庄 最近呢 突然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把羊村带进了无尽的深渊 灰太狼 你说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阳历3515年10月31日的小羽 红太狼在阳村旧址 说了这些话 这个地方是哪儿 阳村旧址吗 怎么黑色的啊 73小时之前 哇 没想到这个游戏居然 放的是原汁原味的动漫音乐 最近失眠很严重啊 这个红太狼说 我终于开始老了吗 哇 90后已经开始养生了 不对 看人年龄是要看精神年龄的 呃 我的精神年龄是 还不到37岁 那这么说的话 这个红太狼换算成我们正常人的话 他是个80后咯 灰太狼快出来 小羊竟然自己跑来了 莫非都想抬了 灰太狼快出来解释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羊群们说的 也就是说 这些羊都跑到他家门口来了 来吧来吧 小羊们别着急 我先把水热上 哇哈哈 那无语了 诶 哪里有这种事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别骗人了 这里除了你还会有谁 干这种事 好吵啊 觉都睡不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现在就红太狼来了 诶 这时我们要操控的是 我们居然是操控红太狼啊 本游戏系统很简单 不用炼击 好耶 只有物品可以使用 可以调查环境的情报 这个无良的旁白呢 说了很多这个游戏的操作内容啊 哪里在说话 难道是我产生了幻觉吗 不 你没有产生幻觉 也是我在说话 诶 那么先调查一下这个旁边的柜子啊 官方提醒的 诶 灰太狼做的笔记 死亡笔记吗 犯的根本就是最低级的错误 还用做笔记 诶 嗯 调查一下 这是我舒适的床 每当我被这群小羊气得睡不着的时候 它总能让我安然入睡 摆满了悲剧的人生茶几 灰太狼思考用的茶几 也是摆满了悲剧啊 看来这个灰太狼跟胡太狼生活的地方全都是悲剧 这什么 灰太狼的各种小道具 这些道具每次都把它自己嗨的半死 去看看吧 嗯 这是他的城堡大厅 灰太狼居然在跟这个小羊们争辩什么东西 看来小羊们要冤枉他 这里是客厅嘛 我的天啊 这个朗宝真的是好豪华好奢华呀 装修的如此棒棒的 嗯 那么灰太狼你还装蒜 究竟发生什么了 快点老实交代 你你你太过分了 连懒洋洋头顶一坨屎楼来说他过分 那究竟发生什么了 我真的冤枉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别装算了 我们昨天羊村外三只小羊突然无故失踪了 今天却发现他们都被吊死在羊村门口 你还敢说不是你干的 哎 其实你用脑子想一想啊 这个小羊失踪了 把他吊死在门口干嘛呀 不是直接把他下锅煮了吗 所以说我敢断定绝对不是灰太狼干的 都快被上次晒成羊肉干了 太惨了 哇 飞洋洋你看都哭出来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这三个没脑子啊 我今天早上辛苦制作了一个我那个擦补羊大网 根本没时间出门 红太狼无语了 你胡说 你们几个当我不存在啊 这个时候啊 我们侍郎 吃几个羊也是正常行为嘛 对不对 红太狼就开始跟这个喜羊羊他们解释这个自然界的生存之理 你们认为灰太狼这种智商和能力能够捉到并吊死小羊吗 也对哦 这个喜羊羊顿时顿过了什么东西 说的也是也许是我们搞错了啊 好悲伤的信任感 我们就姑且信你吧 那接下来就要去找凶手什么 告辞 慢着 你又想干什么呀 汇特朗 那既然有人跑到我的狩猎场来捕猎 我岂能坐视不管 你倒是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很矜持呀 哇哈哈 当然了 你们这些小羊们都是我的美食嘛 走 让那个偷猎的尝尝我的大屌 这厉害 老婆我晚上回来再吃晚饭 哇哈哈 估计呢这是一个flag啊 一般都说等我回来之后再怎么怎么样的都是flag啊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跟灰太狼合作了啊 虽然说这个有点不太信任他走一步算一步吧 好 接下来该干嘛 哇这个灰太狼没听说过狼孩帮羊的 好像是没听说过 回来好好给他上上政治教育课 好了他们都走了 我干点什么好呢 果然还是回去睡觉 然后就告诉我们回去睡觉是吧 我能不能调查一下这个 不能调查 这边呢 没什么可调查的 这个东西呢 我的宝座装上去有一种女王的感觉 灰太狼快给我倒茶 虽然平时就是这样的 这是灰太狼 他搞的一些这种蔬菜 狼竟然吃素 好了让我好好睡一觉吧 本故事内容纯属雷同 如有巧合纯属虚构 好我感觉 这段开头很长啊 我可能直接就跳过剪到这里来了啊 续章栽变 刚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声音 刚刚是这个标题动画嘛 把你吓醒了 不好意思啊 游戏开始了就有一个这种声音 那到窗边看看 窗口太小了 这红红的天空到底是 这天空是红色的吗 那看来我们现在得出去一下了 好像有两条路 这边应该也是一条路是吧 这是这个灰太狼的小发明办公室 你看看这个窗户印在地上的光 就是这种红色的 阳村到底是怎么了 那么在这个窗户可以看到啊 阳村已经被大火吞没了 WTF 这个时候灰太狼可能会出事啊 红太狼还有点担心他 这个让人操心的灰太狼 他大概去了阳村吧 我必须去找他 哇红太狼现在难道要美救英雄吗 巾帼不让须眉 那是不是从这边走 我不会要这么 哦 要拿个武器 呃 拿个武器的话 刚才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铠甲 难道要变成铠甲勇士吗 你说就这个 这边没有武器啊 武器在哪 哎呀 我突然懂了什么 就是说在这边调查之后呢 还要仔细按Q键分析一下 就可以看到武器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个平底锅 装备之后按A键进行打击 呃 不过呢 他不是用来打人的 呃 这是在搞什么研究呢 一大堆中心中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小盒子 呃 那么这边有一个小盒子 要不然 翻开看一下吧 获得消死 这边也有工具啊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拿的 那看来这个房间里面也许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拿的 呃 这个蔬菜里面有东西吗 呃 带上一点吧 总比没有强啊 拿到三个胡萝卜 也许等会儿饿了 可以吃 或者是补血之类的东西 垃圾堆里面有什么吗 一个个的烂箱子啊 没有了 铠甲 铠甲不能拿吗 好吧 壁炉 这里根本没有冬天 还剩下很多没有烧掉的余劲 呃 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获得一个木炭 这个城堡里面能拿的很少啊 然后走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拿到了消食平底锅 胡萝卜 还有一个木炭 那么这个胡萝卜呢 这个灰太郎拿上啊 可能只能吃 但是这个红太郎拿上呢 除了吃还可以用来 就是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这个时候天空被染成了血红色 哇 这个音乐搞得这么吓人干嘛啊 调查 调查不了啊 这也不能过去 这个能调查吗 这个雕塑 灰太郎很开心 很喜欢啊 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我们家族的图腾徽章 看不明白 但是好像很贵重的样子 呃 也是图腾 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啊 好 离开狼宝 我们 诶 这边有个洞洞 好像是用来抓羊的啊 灰太郎 用来抓羊才有的 哼 除了灰太郎自己之外 哪只羊会这么蠢呢 掉进这个洞里面 呃 但是仔细观察呢 里面有黄颜色的东西 要不然 看一下 获得了硫磺 这边有一块牌子啊 狼出没 羊注意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块牌子 啊 灰太郎是蠢暴了啊 继续走吧 好 小河边 哇 这个时候 我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 有一些羊已经 哇 已经不见了 已经被干掉了啊 根本就是一场屠杀 天呐 这个真的恐怖啊 我们是不是把尸体还调查一下呀 这好多已经都分尸了 根本无法辨认是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啊 肚子都被完全刺穿了 好他妈残忍啊 这作案手法如此之娴熟 是哪个变态 从这边走吗 好 然后走了两步 我们到这个阳村门口了 现在要赶紧去这个阳村里面看一下 拯救灰太郎 这边看来是走不了的 头骨碎开了 这边有一块大石头 挡住了这个大门 那么 被火烤的根本没办法用手推开 也许可以利用灰太郎那些书本上的知识 你不会告诉我现在还要去拿书吧 好 回到城堡了 那么 现在来研究一下吧 灰太郎的书上面有什么鬼东西呢 灰太郎自己做的笔记 这本似乎说有一种方法啊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方法 是灰太郎能想出来的 那利用杠杆原理 也需要很大的力气 看来杠杆原理不行 利用消石磨成的 消三纳和木炭硫磺组合放入容器 变成炸药是吧 哇 这是我发现的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中国 四大发明之炸药 就是灰太郎发明的呀 你这样说 看来这个灰太郎搞的还 他说这些东西哪里有 你是傻了吗 刚才我给你搜了半天 你难道没发现吗 好假呀 现在的话要去找灰太郎的实验室 之前说时间都不够了 接下来要我们来找实验室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以加工炸药 这是他的这个实验室里面 需要的东西都行了 开始加工吧 好 加工中 好了完成 感觉比灰太郎写的炸药要可怕许多 那么接下来又要去阳村门口 去炸石头 我的天 好 接下来我要走远点啊 炸不炸 是不是没用啊 哇 炸开了 赶紧进去找灰太郎 问题是你这么大个石头 你连这个门炸了纹丝不多 就炸了这么一个小口子啊 你这个炸药做的还是威力小的一点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 这时候回去就前功进去了 哇 这不是灰太郎吧 啊烧着一个躯黑了都 啊 what 是来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直接一棒把红太郎给尻晕了 啊 所以说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赶紧拿起我的平底锅来打架啊 这是哪里啊 头好晕 啊我想起来了 刚才被人打昏了就回到这里来了 啊 小命没丢就好 那么接下来个怎么办 外面 外面好像跟刚才不一样了 嗯 就被 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是个爱心的形状呢 嗯 这边有一些刚刚枯的木头啊 木头质地不是很好啊 那我拿一点干木头吧 反正等会儿肯定用得上啊 没有任何用处的干木头 他说没有用处就没有用处嘛 是不是骗我呢 啊 装备了平底锅之后行走速度将下降50% 卸载之后恢复 为什么装备平底锅我就会慢50% 这也太慢了吧 还是卸载了吧 迷之虚誉 我的天哪 火灭了 因为天上下雨了呗 但是这是哪里呢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哪 这里有一个烂木头 嗯 谁衣服上的是吗 捡起来 又获得一个烂木头 这边也有一个洞 这个洞里面没办法掏东西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个迷宫对不对 可以从这边走 这边 这边走不了 看来它不是跟我们玩这种地形游戏 这边可以走吗 这边也不行 烂木头 似乎找到这个木头的用处了 绑在干木头上面 得到一个火把未点燃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在这里点燃 哦真的可以在这里点燃 很深的裂缝 虽然很大 但是身体无法进入 似乎是第一次变动导致的裂痕 用火把 为什么用火把了我这个亮度变低了 你在逗我 平底锅 装备平底锅 怎么样 为什么现在我真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我 哦原来可以在这边把这个打开是吧 我怎么样才能把火把给卸载下来 我感觉现在都看不见了 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快拿出火把 我刚刚想把火把收回去 你就喊我拿出来 这不是故意的吗 那么现在的话 来到了一个非常阴森的地方 OK我拿出来火把了 然后现在我的这个速度变得异常的缓慢 平底锅卸了 然后我现在的话速度恢复正常 然后看这边的话 好像就已经开始那种 有一点恐怖的气息了 是吧 接下来应该去哪里 这边路也是一条死路啊 嗯 这边有一个结了蜘蛛网的这个桌子 然后呢 我现在应该去哪呢 羊的骷髅这里发生过什么吗 不像是成年羊的骷髅 那难道是一个 未成年的小羊羊 这边也是这种截蜘蛛网的 该从哪走啊 从这边走 都是小羊骷髅啊 神秘通道2 这边怎么没有音乐了 诶 这边也有一个裂隙 能调查吗 不能调查 打不开似乎锁上了 有这种缝隙 诶 这边有一个缝隙 诶 这边不能钻吗 破罐子 浓浓的血的气息 那肯定里面装的不好的东西呗 好 这边可以过来 神秘通道 这边有一个大洞洞啊 超大洞洞 诶 这边有个门 我直接进来了 这边还没探索完呢 看一下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拿 看样子啊 他给了这种缝隙 结果我来拿东西 有什么都没有 坑爹嘛 这不是 这边有一个神秘通道 什么尖 这个我文盲了 不好意思啊 这边有一个小裂缝 不过只能耗子通过的大洞 用点力就会攻他 有股风从裂缝里吹出来 用点力就会攻他 他不会是要我来尝打吧 尝 out 尝 Emery 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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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尝 水 水 诶 那看样子这个东西是一个迷宫 所以说要我们在上面找到正确的路是吗 然后我在这边一个个的试出来从这边 然后在这个里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从这边爬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提示 诶 这边可以打开这边可以走 先走这边吧 打开似乎锁上了 难道是我们之前走这道门 那看来走这边是正确的 推箱子 这边是一个游戏吗 那现在要我们推箱子了 看一下吧 哪个箱子现在在动我也不知道 诶 what 从这下去 你上去 你上去 哦 推开了推开了 我的目标是不是要接近这个盒子对吧 我能不能把这箱子打爆 不行 哦 这边箱子还可以这么推 这东西能推到洞底下去吗 好像不行 拿这个东西 奇怪的网格纸 这什么东西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已经没东西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奇怪的网格纸啊 哦 那肯定是之前那个迷宫用的吧 这个网格纸是难道是用来让我们记录的吗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记录对不对 然后从这边走对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奇怪的网格纸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奇怪的网格纸有个屁东西啊 我已经抓住了一条路是从这边走啊 哇 四步都对了 五步 五步错了 那奇怪的网格纸有没有更新啊 奇怪的网格纸有个有个屌用啊 我靠 难道说我要自己从这个地方爬过去吗 这也太难了吧 我就记得这么爬 然后再走左边 再上 对吧 再上 这样 哇 这个真的不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哇这上面还有多少层啊 我哭了 十 那看来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记录的是吧 奇怪的网格纸快拿出来 我自己怎么记录呢 什么东西啊 我根本没办法记录 然后这边的话 我应该 我知道了 我在这边存个挡吧 要不然 左 上 现在到底是上还是 上 上 啊 我弹了 左 上 过来了 哇 这边是左上过来的啊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 这个大门推不动 嗯 这边呢 一个箱子 钢琴卷谱 好像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用 两个开关 搬动这个机关 哎 好像远处一个机关打开了 搬动这个机关 卡住了 卡住了 逗我吗 嗯 大门还是推不动 这边 还有东西可以调缠吗 没有东西了 我们过来很难过来 但是如果回去的话 好像 哦 直接就可以回来 哇 这个回来还是挺方便的啊 嗯 他刚才说远处的某个机关打开了 嗯 这边往回走的话 这边不是有这种裂缝吗 我们刚才没办法过来这个门 难道就是这个吗 哦 这个门可以打开了 哇 这是一个 新的通道 新的通道 哇 好 这边过来是有路的啊 刚才开的这个机关应该就这个 然后这边钢琴卷谱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用 这也是一个通道 没办法打开 一下钢琴似乎有点不太协调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下 用一下钢琴谱 好难听啊 这要弹多久 很好听的曲子 就是红太郎自己的弹吗 嗯 一架钢琴 但似乎有一件不太 哦 那那现在就弹完了 哦 然后这个洞洞就打开了是吧 这边有个椅子 哦 这是一种行具 电椅子类的 可以让我触电 嗯 目前的话好像就是这个机关打开了 嗯 然后的话 存个挡 嗯 进度到此你要存挡一下 哇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哎 顺着梯子爬下去 嗯 哎 啊啊啊啊 哦 What 没想到这个绳子那么短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在攻击我呢 把屁股都给摔开花了 哎 这什么 哎呀 哎 哎 我走到这个地方 火把摔在地上灭了 啊 眼睛逐渐适应了 还好前面有亮光 好像突然变冷了 哎 怎么回事 哎呀哎呀 刚刚那是什么 哎 等一下等一下 什么东西过来了 我眼花了吧 那是什么东西 你挂了 我挂了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 你直接把那个平铝锅拿出来尻他们不就行了 刚才真的我动都不能动 可能他就是直接设置到这里就是这样的吧 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 阳春大公快啊 今天就先玩到这里 啊 要不要继续玩下去呢 就要看 题目前各位观众你们的意思了 啊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拜拜